刚进联盟时,杜兰特可是打球兢兢业业,没有什么负面新闻的,那是的他还是一个NBA小梦新,在联盟只会打球,带着自己球技的逐渐增长,他开始自己的多元化发展。 从之前的腼腆少年到如今的个性青年,杜兰特正在进化的路上,首先就是在11年的时候,杜兰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,要和女神斯嘉丽的洗澡水,而女主角也是很快给出回应,只要爱杜能够拿到NBA总冠军就给圆梦,不过在勇士队的第一年杜兰特拿到总冠军,而杜兰特和洗澡水的经典语录,也是无限被刷屏。 杜兰特一感腼腆形象要求迷当呼接受不了,随后杜兰特又被爆出有洗澡水的恶习,这肯定是被带坏了,这个行为也要求迷们大跌眼镜。 虽然洗澡水的后果并没有吸毒那么严重,但日常时间的洗澡,肯定会对他的状态造成影响。 此时的死神已经不在低调,图片来源于网络在的前段时间,阿杜在被发现脚趾上涂了指甲油。 这怎么说呢?一个大男人爱之家呀,也是十分有个性呀。 部分网友引试调侃道,魔术师的儿子会对你说,哎呦我去,好姐妹儿么么呆,在随后的采访中,记者要求杜兰特展示下自己的胶指甲,但是为阿杜拒绝。 不得不说,阿杜变了啊。